今天在有这么一个女投资人叫李贝 很有名了 她写了这么一篇东西叫外资依然没信心 她的前半部分呢 把各个大的外资机构 对中国明年的展望各方面 她就给做了一些罗列 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 她文章的后半段呢 她等于和那些人 你为什么没信心呢 她替政府给做了很多的解释 或者是怎么样 那个我认为没多大意思 一会儿呢 重点啊 说说前面高盛啊 等等瑞银呢 这些大的外资机构 他们到底看见了些什么 他们对明年是怎么预测的